大数据的应用 近来越来越普及了 好多朋友都问我 未来的贸易融资 是怎么样的 你们违不违用大数据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汇丰银行 跟菜鸟 网乐科技合作的 贸易融资模式 这是一个新的方案 是全会天猫国制上的 香港电商提供的 贸易融资方案 传统上 我们跟银行申请贸易融资 我们需要提供财务报表 有时候也需要提亚评 但在这个方案上 我们两个都不需要 那我们为什么做呢 我们会透过分析 实时的物流数据来做评估 从申请到拿到额度 最快七天就可以了 最多可以拿到 美金五十万的额度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大大的简化整个流程 今天我请来了菜鸟的贝尔 跟我们谈一下这一个方案 嗨贝尔你好 嗨 Genie 我们的平台商家需要高额度 便捷 低成本的融资方案 传统的融资贷款渠道 申请周期较长 流程及手续复杂 一般从申请到放款 至少需要遇到两个月的时间 商家的采购 备货 营收账款 都大量的占有了企业的流动资金 限制了企业的长期发展 为了更好的解决以上的通电 菜鸟与汇丰银行 利用在各自领域的优势 结合供应链及金融的优势 为商家提供正产生产所需要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 菜鸟结合生态体的数据整理能力 通过AI技术 分析企业的进行状况 同时结合汇丰银行的专业风控管理能力 为商家提供高额度 低成本的供应链贷款服务 NiSoo网络是我们参与此项服务的香港商家之一 丁总 请问这个计划 对于你的业务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NiSoo是一家跨境电商品牌管理公司 NiSoo目前主要把海外的优质品牌 带路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来进行销售 对跨境电商行业 业务的增长离不开优秀的供应链 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用大量的资金来备货 菜鸟根据我们的库存 以及我们店铺销售情况等数据进行分析 让我们能够从汇丰获得充裕额度 缓解现金流 加强供应链 周转现金管理 让我们及时把握新经济时代的新机遇 谢谢两会 我们为继续利用新的科技 为新经济企业提供最合适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